在新加坡旅游购物是可以退税的 新加坡实施了一项名为Tourist Refund Skim TRS的退税计划 让游客在购物时可以申请退还一部分消费税 今天就给大家起底揭秘并附上退税攻略 根据TRS规定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游客才有资格享受退税 1.非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2.在离境前30天内购买的商品 且总金额超过新加坡币100元 包括消费税 根据相关规定 每消费100新元包含消费税就能获得8%的消费税 Goods and Services Tax退税 这就是游客退税计划 话重点另外 满100-8是可以凑单的 最多可以累计三张同一天的收据或发票 以满足满100新元的退税最低购买金额 注意 这些凑单的收据 需要是来自同一个消费税注册号和商店名称的商店 还有一个重点 只有在参与了游客退税计划的商店内消费 才能享受退税服务 所以 想要退税的小伙伴在在消费时 要注意店铺有没有Tax Free标志 确认是不是免税店 另外 在办理退税服务时还会扣除一定的服务费 所有实际退税可能达不到8% 而是在5%到7%之间 怎么办理游客退税 在退税时 有四种方式可以选择 1.电子旅游退税计划ETRS在ETRS系统下的商店消费 并在购物时 需要主动向商家出示护照元件和电子签证 证明自己符合电子退税计划资格 商家确认信息后 会在结账时 签罚一份电子退税交易 离开新加坡前 可凭借电子退税单 通过设在机场的电子退税自助服务台 ETRS QSX办理退税 所有的账单可以累计 在不超过20天的时候内 都可以一起退税 退税地点在张仪机场和史里达机场 退税流程 移在机场的ETRS服务台扫描护照 获取锁购商品详情 2.按照自助服务台的指示 申请消费税退税 3.退税完成后 仔细阅读服务台显示的退税请求结果 确认是否还需要前往海关检查处和查购买的商品 2.书面形式退税 若是免税店未被纳入ETRS系统 商家就会提供一张退税申请表 在填写完整并签字后 与原始发票和ETRS票据放在一起 离开新加坡时 需要前往海关检查处 Customs Inspection Counter出示申请表并盖章 才能完成退税 3.环球蓝联 Global Blue APP退税 环球蓝联Global Blue的APP名为 ShopTax Free有人脸识别身份验证功能 退税时只需根据APP的指示完成操作即可 若从张仪机场出发 可使用手机独立进行关税验证的最后一步 商店内有蓝星标志的 则表示该店可以使用环球蓝联退税 环球蓝联退税的优势在于 可以实现店内领取退税 前提是用信用卡消费 且消费不超过2.5万新元 另外 退税的持卡人必须与购物人必须是同一人 才能申请信用卡退税 一般情况下 退税将在申请后的5个工作日内退到卡内 值得注意的是 环球蓝联在签发日的21天 迎联为15天内 没有收到经验证的免税交易 退税金额将被直接扣除 4. 托额 Torrego APP退税 托额则是获得新加坡税务局IRIS许可的平台 APP名为 Torrego for Mobile Tax Refund 商店内有托额标志的 则表示该店可以使用托额APP退税 在结账时 向收银员展示托额中的个人QR码 即可在支付的同时收到电子退税单 离开新加坡时 在离境前 电子扫描退税单即可完成退税 若是商品办托运 则需要在离境厅办理离境手续前办理退税 若是商品随身攜带 则可以在机场离境转机厅 办理离境手续后 办理退税 退税的税金怎么领取 退税的税金也有好几种方式 分别是现金退税 信用卡退税 支付宝退税 仅中国公民 以及银行支票退税 依信用卡退税 在购物时 使用信用卡消费 才能选择这种退税方式 只需在ETRS申报时 直接选择信用卡退税即可 无需其他手续和操作 退款金额将在10日内 记录您指定的信用卡 两支付宝退税 在ETRS上申报时 选择支付宝退税选项 根据系统提示 并出示自己的支付宝二维码 交易完成后 退税会立即转入支付宝账户 三现金退税 需要注意的是 实里达机场不办理现金退税 选择现金退税的小伙伴 请携带护照 前往位于离境转机厅 办理离境手续后的中央退税处 领取现金 四银行支票退税 需要14个工作日 才会邮寄银行支票 在电子退税服务台 打印通知单 并填写姓名和邮寄地址 随后将通知单 投入支票退税箱 退税时需要注意什么 在退税时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时效 无论用哪种方式退税 退税的时限 都为在购物之日算起的两个月内 超过这个时间将不再享受退税资格 另外 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能享受退税 也不是所有的游客都能享受退税服务 使用ETRS退税时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购物者非新加坡公民或PR 2. 购物者在购物时年满16周岁 3. 购物者非客机的机舱服务员 4. 从张仪机场或石里达机场离境 以下几种商品不能办理退税 1. 在新加坡使用过或使用过的商品或食品 2. 用于商业用途的商品 3. 通过交托或运出口的商品 4. 酒店或旅社的住宿费 以及汽车租赁 旅游费用等服务费 好了 朋友们 以上就是新加坡旅行购物退税攻略 欢迎收藏 订阅本频道